好,那所以其實這些類比型的用法都一樣 好,那現在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溫濕度計 這個溫濕度計它就不是一般我們類比的感測器 它不是類比的感測器 所以在Transformer裡面,他們其實有另外寫了一個積木 另外寫了一個積木,它的積木在你往下找 它有一個專門叫做DHT11 這邊,Library 我沒有切啊,不好意思 你這個積木都要往下找 找到這裡有一個Library 就是他們有另外為了這個零件寫的積木 那這個就適用它 那一般外面可以買得到的溫濕度計有兩個 溫濕度計有兩個 一個是DHT11 就是那個你們現在板子上藍色的那個 有格子狀的藍色的那個 這一顆 這個叫DHT11 有嗎? 不是,我跟你講 講到地震,我是台北的小孩 台北比較少地震 當初我駕到花蓮的時候 花蓮很多地震 有一天晚上突然那個地震就搖起來 喔,地震,我就覺得搖很大 我趕快跑起來啊 縮在那個床角,棉被這樣蓋在頭上 然後我老婆我就說,你幹嘛? 我說地震,你那麼有感覺嗎? 唉唷,地震,這哪是地震 花蓮,這個根本就不是地震 然後他還一次去 他還一次在東華上課的時候 就我坐在中後段 那個椅子是滾輪,電烏椅 然後地震喔,搖喔,真的搖滿大的喔 那個床後都嘎啦嘎啦在響 然後我做什麼呢? 我就滑著那個滾輪的椅子往後滑 滑到後面把那個門打開 然後打開完之後 我就回頭看一下大家 你知道嗎? 大家全部都在看我 然後我就說,唉地震啊 你們都不逃嗎? 他們都在笑,那一次大概五集 所以你知道那個花蓮人對地震的感受 沒有要到七集,他們是不會有反應的 我因為這個地震被笑了很多次 後來我就習慣了 後來換我遇到地震也不會怕了 好,都沒有感覺 好,我講到哪裡? OK,好,十一跟十二 好,那那個DHT22 應該就是你們盒子裡面那個大大的黑色的 我不太確定了 不是,這個是空氣品質的 那個DHT22跟這個長相也差不多 它好像是白色的殼子 那個是22的,這個是11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用DHT11 好,那這個DHT11它的接角 我們板子上的接角是接在D4 所以呢,你這邊就要先把它設定D4 好,那所以這邊我們就是要用這裡的積木 這裡有一個DHT11 溫室度感測器,然後D多少 請你把它改成D4 D4角位 好,角位在D4個 然後呢,我就要去讀那個 好,我就把它直接說出來 好,那這個 不是這個 就是DHT11的溫度跟濕度 好,這兩個都可以用 好,如果你要讀溫度 就這樣直接拿出來 放進去 其實,因為溫度的變化很慢 所以如果你 直接這樣讀,其實不用 其實你可以等待很多秒都沒關係 因為它反應不會那麼快 即使你把它加溫 它也不會反應那麼快 因為我的電腦好像很慢 好,所以當你按濕齊 它會出現那個溫度 剛開始前面幾秒會 它要熱激一下 好,所以現在就27度 好,如果你去哈氣哈它 好,它浪漫會上升 所以這是溫度的部分 那濕度也是一樣 好,那你可以把濕度放進去 好,那這時候顯示的就是濕度 好,那你說 我明明就有溫度跟濕度 就給我顯示一個 那怎麼辦 組合吧 來,運算這邊有字串的組合 那所以你就把它拉幾個出來 好,組合一下 好,溫度 好,溫度多少就把溫度放進去 然後濕度 好,就把濕度放進去而已 這整個就變成一串字了 就把它放進來 好,這樣子它就可以一次說兩件事 好,有沒有 好,那當然如果你說 我們剛剛一直都是用說 來測某一個感測器 那如果你一次要測很多感測器 你也不會這樣處理 對不對 這是要顯示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變數 因為變數都會出現在這邊 所以你設十個變數 十個數字都會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要一次測很多 很多那個感測器的話 那你就把用變數的方式把它建立在這邊 然後每一次都把變數的那個 這個感測的值 直接丟進變數裡面就好了 好,這樣就可以一次看到很多 好,那這個部分 請麻煩各位免期一下 好,那因為這個溫度變化不會太快 所以通常你可能幾分鐘測一次就可以了 好,或者是半秒、一秒再測一次 就不用一直測這樣 然後Transformer它裡面 就是這些積目裡面 它有可以存檔的案的積目 也有可以上傳雲端的積目 所以這些紀錄是可以留下來的 所以你以後要做科學實驗什麼的 這些感測器的資料 可以留在本機的文字檔裡面 也可以上傳到雲端 在我們這裡面都辦得到 所以剛剛早上講那個背英文的例子對不對 如果那個小朋友發音一直不對 我們就把那個單字記錄下來 表示這個是它不會念或記不得的 我就把它存在文字檔 然後在那個催眠學習的那個部分 就都用這些英文字 就每天一直催眠它 這樣補救就很快了 針對不會的地方補救 在那裡 會不會的地方 在那邊 也會不滿意的 是 不滿意的 不滿意的 不滿意的